在今天的大台北啪啪购单元当中 要带你来亲手做蜂蜡蜡烛 农场主人将蜜蜂搜集来的蜂蜡加以处理 最后邀请民众一起来DIY制作这蜂蜡蜡烛 不少民众指出好新鲜有趣 也好有纪念性 蜜蜂的蜜蜂冬天有过冬吗 答案是没有 农场主人拉起蜂巢 看见密密麻麻的蜜蜂 正辛勤地工作着 很难找到的女王蜂 也在暖暖的阳光下现身了 这女王蜂 好没有 跟大只大只的 你们今天应序过好 你看几万只 你一次就可以看得到 不简单 几万只 你可以看到这女王蜂不简单 它里面所有的蛋都是它生的 这一只嘛 对对对 它在管理 里面没有女王蜂在的话 它蛋不知道要生 在没有地方 它采回来的花魂 采回来的蜂蜜 它都随便乱地放 还有女王蜂在的话 它就会放在固定的地方 有看到吗 有有有 体型特别长 土蜂一天可以下五百个蛋 哇 夕阳蜂可以下两千五百个蛋 就是它那个体型的五倍 很重 一个手脑不动 你注意看了 这个地方它的蜜已经很结实了 现在它 你看我给它挖下来 对不对 好帅 它流出来 流下来了 流下来了 蜜用它也赶快细回去 农场主人指出 采集完蜂蜜后 蜂蜡绝不碎 以前都是收成一大块摆在一旁 顶多当椅子 现在有了新做法 将蜂蜡收集起来处理 变成这一块一块的蜂蜡蜡片 选定好自己喜欢的模型 就可以制作出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蜡烛了 这个蜂蜡 我们的由来就是我们刚才去看的那个蜜蜂 它上面会做出的 在乎到上面来那一层的蜂蜜 把蜂蜜取下以后 整个蜡再下去放在水里面煮 煮到等到水融化了以后 它浮起来 这蜡会补在上面以后 冷却以后干了之后 给它取下来这一片的蜂 这个很环保 因为这个可以吃的 所以有时候是在做熟蜡烛来点的话 它洗掉什么东西就不会有味道 很环保 跟外面那个蜂不一样 大小朋友将蜂蜡块装在容器内 隔水加热等待蜂蜡变成液态 最后倒进自己喜欢的模型 等到蜂蜡变硬就可以取出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加入竹心 然后这个穿过去之后 这个后面的地方要把它 就是它的线要超过一点点 然后把它黏在这下 还有搭配即将来临的圣诞节 张老师也教小小孩制作 外国人盛行在圣诞节前后点的风辣蜡烛 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这个蜂草来做这个卷的中蜡烛 从比较长的这一边开始卷 然后一边这一边是底的话 就是要卷的时候就是尽量让它平 开头的地方要压紧 地方一定要把这个竹心 我们用过已经过过蜂蜡的竹心 然后一定要在一个最开始的地方 一定要先压紧 蜂蜡烛真的很欢爆 蓝烧的时候也不会发出臭味 这一两年推出的DIY行程很受民众欢迎 今天感觉收获蛮多的 那个做那个蜡烛非常好玩 第一次做蜡烛还不错 蛮新鲜的 很好玩 为什么很好 因为龙怪地上今天重做就很好玩 做完风辣蜡烛还可以到入场喂露吃草 或者是赏鱼喂鸭子 听到大小朋友欢乐的笑声真的是好开心 欢迎民众到农场走走 看动物还可以做超级环保的风辣蜡烛 收获满满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